七日杀的四种结局 第一种 陌生的枕边人 请投票选出凶手 第一天 投票疯吕的是凶手 让妻子存活 凶手是疯罗子 投票完成 执行抹杀程序 奖金达到了400万 第二天 答应妻子要保护她的安全 这游戏不简单 我们两个必须组队 我会保护你的 并且认识了小美 你好 打扰了 第三天 发现又死了一个人 并且大嫂开始诬陷你 肯定是新来的干的 她一来就开始死人了 通过策划的杯子 口红印 呕吐物 以及手机 确定凶手就是大嫂 凶手是大嫂 奖金达到了1600万 第四天 韩美妹来感谢你 早上好 我给你做了一碗甜汤 谢谢你昨天没有投我的票 其实她是想害你 所以直接给她一烟灰缸 然后通过现场的物证和人证 把徐老板投菜 手是徐老板 奖金达到了6400万 第五天 李雷其实知道是你害了韩美妹 我知道是你杀了我女朋友 所以要把小美叫过来 防止她害你 你们在干嘛呀 第六天 淘汰小美留下妻子 凶手是小美 就会完成第一种结局 我们获胜了 你可太天真了 第二种 活该你单身 第一天在查看尸体前 先点击妻子的袖子 老婆衣服上 怎么又有一股火药味 这时你发现 妻子才是真正的凶手 当投票妻子是凶手时 还结束了六星不认成就 什么 你 第二天 直接和小美对话 你好 打扰了 第三四五天没有变化 在第六天淘汰小美 留下风锣子 凶手是小美 就会完成第二种结局 你可糟老醉了 第三种是最惨的结局 丢钱丢人又丢命 在第六天 要淘汰风锣子 留下小美 凶手是风锣子 你 动手 这时会给你两个选择 当你选择闭手时 就会完成第三种结局 小美 好好活着 我 那如果选择公母 就会完成第四种结局 对不起